据彭博社7月11日报道,虽然日本消费者大量购买美国汽车的可能性很小,但在美日双边贸易中,安倍政府的国防开支再创新高,这一点还是让特朗普颇为满意的。 彭博社报道称,根据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通过美国对外军售项目,日本的采购金额达到了日本自卫对非人士成本的16%,是2014年的两倍多。 未来几年,日本还计划从美国购入先进雷达、隐形战斗机和导弹防御系统,这也意味着美国武器制造商将会有数十亿美元入账。 反观,日本企业,由于规模经济时的本土技术愈发高额,他们早已处境艰难,盈利颇A,这与日本政府所愿相去甚远。 上图,日本政府采购美国军事装备所花费的资金特朗普,曾于去年11月访问东京。 在此期间,他敦促安倍购买美国的大量军事装备,即使特朗普并未想要以此来缓解双方的贸易摩擦,日本却俨然成为一个狂热的消费者,考虑到朝鲜已经配备了核武器。 而中国也变得更加自信与坚定,安倍将这一财年的国防开支,推至创纪录的52,000亿日元470亿美元。 2017年,日本从美国购买了5.33亿美元的新乘用车,而美国人共消费了398亿美元的日本汽车和卡车。 除军事领域之外,日本致力于通过大量购买液化天然气等能源的方式来安抚美国。 2017年,日本从美国进口的最多的是农产品、化学产品和机械。 日本大量购买美国装备的这一举动,有助于两国军方更加顺利的合作。 但购买完整的美国武器系统,并不能为当地零部件制造商创造就业机会。 相反,三菱重工有限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安倍职业Neo Hiko Abe则认为这将导致零部件制造公司破产。 据悉,三菱重工是日本最大的国防承包商,主要业务是制造战斗机、直升机、舰船、导弹和其他武器。 虽然日本完整采购美国武器的做法无碍于日本国内潜艇的生产,但飞机制造业等产业的高成本问题却比较突出。 目前,日本财政省委员会正在建议自卫队继续采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所制造的C130运输机,而不是国产的C2运输机。 虽然与C2相比,C130的速度慢,行程短,但C130的成本却不到C2运输机的一半。 日本去年从川崎重工购买了三架C2运输机,今年还会再购入两架,日本目前正在购买新的F35A战斗机来取代,已使用了几十年的老旧战斗机。 对于日本国产制造商来说,下一个战场将会是战斗机之争,谁能生产出替代最后一架国产战斗机F2的产品,谁就是赢家。 F2战斗机于2011年底完成生产,在这之前,许多日本供应商就已经不再接收国防业务。 2007年,驻有电器工业公司,开始与防内省结束业务合作,理由是经济增长前景不佳。 2010年,横滨橡胶公司又停止为国防部提供飞机轮胎。 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在2016年,72家供应商中,有52家遭遇了零部件制造商退出市场的状况。 继而中断供应,F2将在2030年退役。 三菱重工和IH重工等公司,联合开发了一架先进的技术验证GX-2,一表明本土企业有能力制造一架能替代F2的战斗机。 上个月,三菱重工的安倍职业面对媒体时说道,为了使国内产业得以生存下去,日本政府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上图,自2012年底安倍晋三执政后,国防预算呈上升趋势,安倍直言表示,2016年X-2是非成功。 这一事实表明日本国内企业,完全有能力制造F2的替代品。 但据时事通讯社3月份报道,日本防卫省以成本过高为由,否决了国产喷气式战机的项目开发工作。 尽管日本防卫向小野四五点否认了这一消息,但防卫省正在寻求海外公司,来共同开发F2的替代品。 英国路透社最近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已经向美国和欧洲的制造商抛出了橄榄枝。 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国际关系与国防学教授曾孙正宽表示,如若不能大规模生产,购买日本军事装备就得买手工制作的工艺品一样昂贵。 一些执政的自民党议员,希望国防开支,能用来支持国内公司。 5月份,自民党国防委员会主管若公建。 4、Kanji Wakamiwe表示,支持国内公司发展,帮助他们提高竞争力。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6月1日,自民党委员会建议安倍政府,进一步增加国防预算,因为日本国防预算总额仍然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远远低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为其成员国设定的2%的标准,为了降低成本,若公建4希望日本政府,能增加军事装备的出口量,扩大生产。 但到目前为止,成效甚微,日本最大的商业游水团体、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工业技术处,主管及村虫Tokoshi Yoshimura说,除成本问题之外,严格的信息披露限制,也会阻碍军品出口。 及村虫说道,众多日本国防公司,正出于使命感,而咬牙坚持着,但他们也已经快到极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